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 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2.8% 涨幅与上月相同 从环比看 CPI上涨0.7% 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.3个百分点 猪肉价格是导致 CPI涨幅扩大的核心原因 另外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0.8% 降幅比上个月扩大0.5个百分点 黑色金属等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较大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解读 8月对CPI影响最大的依旧是食品价格 特别是猪肉价格同比上涨46.7% 涨幅比上月扩大19.7个百分点 鲜果价格同比上涨24.0% 涨幅回落15.1个百分点 此外牛肉羊肉和鸡肉价格 同比涨幅在11.6%到12.5%之间 上述五项合计影响 CPI上涨约1.66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 鲜菜价格同比下降0.8% 影响CPI下降约0.02个百分点 为同比连续上涨18个月后的首次转降 业内人士表示 受中秋节临近和消费替代影响 鸡蛋牛羊肉价格继续上涨的动力较强 食品因素在整个CPI拉上作用非常大 那么所以导致了CPI上行 国家在猪肉供给上面 政策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 所以CPI在未来它的趋势还是会放缓 所以全年来讲它突破三代概念非常非常小 另外一个价格指数 PPI同比下降0.8% 降幅比上月扩大0.5个百分点 主要行业中 降幅扩大的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炎加工业 业内人士表示 由于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以及国内需求较弱 未来PPI反弹的动力有限 无论是从上游原材料的价格 还是中间的投资品 还有下游的一些就是中端的消费品 我们看到整个价格 总体上还是一个回落的态势 这块跟总需求的关系更紧密一些 narrati小糟尔 12 Ce 钢尔